9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说了一通话,他说美方口口声声提竞争 但是美国为了赢得优势,以竞争之名动用国家机器,全政府,全方位,全领域 对华打压围堵遏制,美方的这些做法根本不是竞争,而是赤裸裸的 零和冷战思维,汪文斌说的对,拜登政府就是嘴巴上说竞争 实际上就是用冷战的遏制战略来对付中共,效果非常的明显 王文斌还说竞争应该是公平合理的,不能无视市场经济规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更不能拿核心利益,讲的是台湾问题,作为竞争工具挑衅手段 希望美方将不寻求与中方脱钩,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等表态落到实处 你把这番话可以理解成为使用了外交辞令的求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